哈利路亞各位弟兄姊妹大家平安 希望我收睇康徒心靈的鍛鍊 上午小弟靠著聖靈的帶領 與大家一同探討的題目是 年終省茶與感恩 光陰情情鹹 光陰就像劍一樣 歲月如梭 轉眼一年又要過去了 感謝主今天是 禮空英雄年最後一天 感謝主今天是2016年的最後一天 也是最後一個安息日 我們今天在這個地方來遵守安息聖日 我們今天在這個地方來遵守安息聖日 我們來回顧過去的一年 我們自己自我來省茶 讓我們的靈修可以一年比一年更加的進步 讓我們的靈命可以一年比一年更加的成長 讓我們的靈命可以一年比一年更加的成長 我們也來回顧過去一年 我們也來回顧過去的一年 感謝過去一年對神所領事的很多很多的贏典 感謝過去一年從神所領受許許多多的恩典 來現上我們對神的送贊感恩 來獻上對神的送贊與感恩 我就用這個題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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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用兩大點 以兩大點 做我們鼻子的探討學習 作為彼此的探討與學習 第一大點就是自我省茶 第一大點就是自我省茶 第二大點就是感恩送贊 第二大點就是感恩送贊 先來講第一大點 我們先來談第一大點 自我的省茶 自我的省茶 看哥林多後書十三章第五節 請看哥林多後書十三章第五節 哥林多後書十三章第五節 哥林多後書十三章第五節 新約聖經兩百五十九頁 新約聖經兩百五十九面 第五節 這裡保羅要我們自我做省茶 這裡保羅要我們自我做省茶 過去也有一句話這麼說 過去也有一句話這麼說 一天要三省五 我的省 一年要過去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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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們對於過去的一年 我們也要做一個省茶 我們對於過去的一年 也要做一個省茶 這裡提到說我們要自己來省茶 自己來試驗 省茶就是自己自我內在的反省 省茶就是自己自我內在的反省 一個自我檢討 也就是自我的檢討 經過試驗之後 經過試驗之後 判斷了 判斷了 是不是擁有某些東西 是否擁有某一些東西 當然 這裡特別要說 那個東西就是信用 這裡特別提到 那樣的東西就是信仰 他的面對說有信心嗎 下面有說是否有信心 這就要自己經過自我的信察 這就必須經過自己自我的省茶 自我檢討 自我的檢討 我真實擁有這份信用 我真實擁有這份信仰 還有自我試驗 而且自我的試驗 試驗就是實際的察覺 某種的一些這些事物 試驗就是實際的查看某一種的事物 來證明是不是有合格 來證明是否合格 是否可以來接受 是否能夠來接受 剛才前前說 一個產品 他要出場以前 就好像一個產品 他要出場之前 一定要經過品檢 一定要經過品檢 那個品檢就是我們前前 這些所說的試驗 這樣的品檢就好像這邊所說的試驗 經過這個品檢 經過這個品檢 他現在回到一個合格的合格章 他就會蓋上一個合格的章 這個產品合佛功能 這樣的產品就合乎他的功能 可以通過這個試驗 能夠通過試驗 可以來接受 能夠來接受 所以為什麼保羅在這裡 就要自我自己 生察自己的試驗 所以保羅這邊要我們自己來省茶 自己來試驗 目的就是下面所說的這句話 有信心嗎 是否有信心 這就是對神來講 這就是從神來說了 我們自己自我生察 自我試驗 我們自己自我的省茶 與自我的試驗 我們對神是專用 我們對神又是如何呢 有信心嗎 是否有信心嗎 是否有持守著信仰 是否有持守著信仰 是否有過著信心的生活 是否有過著信心的生活 是否有真正過著基督徒的生活 特別現在現今的世代 特別在現今的世代 特別在現今的世代 我們生活在這個環境 我們生活在這樣的環境 社會的氛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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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社會現在所討論的議題 社會現在所討論的議題 我們是不是有信心嗎 我們是否有信心嗎 我們是不是有持守著我們的信用 我們是否有持守著我們的信仰 我們的原則 不是說現在社會氛圍是這樣 並不是說現在的社會氛圍是如此 老實說現在很對立 老實說現在是很對立的 我們也知道我們基督徒 如果有人知道我們是基督徒 如果知道我們是教會的人 如果知道我們是教會的人 我們現在說一句話 有時候拍的也中槍了 現在有一句話說 有時候躺著也中槍 喔 你的基督徒 就是說你是基督徒 你們教會就是都 這個氣勢靈魂的 你們教會都歧視人權的 你們教會都沒有愛心嗎 你們教會都沒有愛心 因為現在 那像社會對立 那像又要變成宗教的對立一樣 現在的社會對立 就好像要變成宗教的對立一樣 你們這些反對的都是教會的人 只要是反對的 好像都是教會的人 其實這是魔鬼操作的一個手段 其實這是魔鬼操作的一個手段 我們身為基督徒 我們身為一個基督徒 當然我們要遵守我們的信仰 當然我們要遵守我們的信仰 我們要堅持我們的信仰 我們要堅持我們的信仰 在我們實際的生活過程當中 我們對神是不是有信心 我們對神是否有信心呢 聖經告訴我們 聖經告訴我們 藝人必因信而得生 藝人就是一個敬畏神信靠神的人 藝人就是一個敬畏神信靠神的人 他必會因為他的信 來得到重生 就是這個生命 神的生命 也就是神的生命 如果白話一點來說 一個敬畏神信靠神的人 一個敬畏神信靠神的人 他會因為環境來改變 他並不會因為環境的改變 來改變他對於神的信靠 來改變他對於神的信靠 這樣的人可以得到生命 這樣的人可以得到生命 所以叫我們就要自己生察、自己試驗 所以要我們自己來省察、自己來試驗 是啊,我是不是因為環境的改變 我們是否會因為環境的改變 我所除的境遇 我所除的境遇 啊我要有信心嗎 我是否有信心呢 我還要持守我的存證嗎 我還持守我的存證嗎 這麼親像這個約別的太太跟約別說 就好像約伯的太太告訴約伯說 你這個時候還持守你的存證嗎 你這個時候還持守你的存證嗎 我看你整棵死死就好了 我看你乾脆去死一死了吧 啊你信神、你敬畏神 他信得這麼可憐 你信神、敬畏神怎麼信得這麼可憐呢 啊環境變成這個樣子耶 這樣的環境怎麼變成這樣呢 你還在敬畏神嗎 你還在敬畏神嗎 你還對神有信心嗎 你還對神有信心嗎 所以難怪保羅叫我們自己要信察 所以難怪保羅要我們自己來信察 其實我們跟神的關係我們自己最清楚 其實我們與神的關係我們自己是最清楚的 在這裡別人表面看起來我們真的有信心 或者是別人表面看起來我們好像很有信心 我們好像很有信仰 每個禮拜都去聚會都遵守安息日 而且在參與聖功 這樣看起來就真的有信心有信用嗎 這樣就看起來真的有信心有信仰嗎 當然表面看起來當然真的有信用 當然表面看起來好像真的有信仰 沒有信仰要去聚會 沒有信仰怎麼會去聚會呢 沒有信心要去做聖功 表面看起來其實是這樣 表面看起來確實是如此 但是實際上真的是如此嗎 但是實際上真的是如此嗎 我們自己是最清楚的 所以要自己自我信察 自我試驗 所以我們必須要自我的省察 自我的試驗 有信心嗎 有信心沒有嗎 有堅守信用嗎 是否有堅守信仰呢 有過著信心的生活嗎 有過著信心的生活嗎 有對神有信心嗎 是否有對神失落的信心呢 有懷疑心嗎 你有懷疑神嗎 有埋怨神嗎 是否埋怨神呢 是否埋怨神呢 如果沒有 如果沒有 這裡說 這邊說 難道不知道你們是可氣絕的嗎 難道不知道你們是可氣絕的嗎 不可是氣絕 不可是氣絕的嗎 就有耶穌基督在你們心裡 就有耶穌基督在你們心裡 意思是說 我們如果是可以經過考驗的 意思是說 如果我們可以經過考驗的 他剛前所說的 這個自我信察 自我試驗 剛剛前面所提到的自我試驗 我們如果可以通過試驗 我們如果可以通過試驗 這樣就有耶穌基督在我們心裡 這樣就有耶穌基督在我們心裡 也就是在我們的生命裡面 耶穌基督在我裡面 我在耶穌基督裡面 我在耶穌基督裡面 耶穌基督就是我的生命 耶穌基督就是我的生命 也就是可以讓我們活出耶穌基督的生命來 因為耶穌的生命在我裡面 看耶穌基督四章第一節 請看西伯來書第四章第一節 西伯來書第四章第一節 西伯來書第四章第一節 四章第一節 新約聖經三百十五項 新約聖經三百十五項 第一節 我們既有勞路有進入於安休應氣 就應當危機 不用在我們中間實際有人 哪親情歌不中落 第二節 因為有福音團給我們 親情團給他們一樣 只是所聽見的道理 跟他們無益 因為他們沒有信心和所聽見的道理來調和 這跟我們說 要有信心和所聽見的道理調和 自我的省察與自我的試驗 就是要證明我們有信心嗎 也就是要證明我們是否有信心 這不是要證明給別人看的 這不是要證明給別人看的 這是要讓我們自己知道的 這是要讓我們自己知道的 不要自己自我感覺良好 不要自己自我感覺良好 不要自己覺得很好 那實際上真的是這樣嗎 所以我們要真實的了解自己 所以我們必須要真實的了解自己 有信心嗎 是否有信心呢 這邊告訴我們 一樣聽到的道理是一樣 一樣聽到的道理都是相同的 傳給他們的道理跟傳給我們都一樣 傳給他們的道理與傳給我們的都是一樣的 他們所聽見的道理跟我們所聽見的道理都一樣 他們所聽見的道理與我們所聽見的道理都是相同的 但是這個道理與他們沒有益處 並不是他們所聽見的不完全 並不是他們所聽見的不完全 並不是他們所聽見的與我們不相同 為什麼他們所聽見的道理與他們沒有益處 對於神的相信 對於神的相信 對於神的信心 對於神的信心 這樣不真的 我們對這個信用來益處 這樣我們才可以從 於神的信仰來便得到益處 圣經這樣應該是參考 圣經這裡應該是參考 圣經不一定說的 我們不一定都聽接受 圣經所講的 我們不一定說的都聽了要接受 那是說給過去人聽 這是說給過去的人聽 圣經完全都沒有不對嗎 應該也有不對的地方 圣經都沒有錯嗎 應該也有錯的地方吧 所以過去我們出一本書就是 圣經無誤論 所以過去有出一本書叫做 圣經無誤論 圣經都沒有錯的地方嗎 圣經難道都沒有錯的地方嗎 這也是很恐怖的一件事 這也是很恐怖的一件事情 你在懷疑神 你在懷疑神 圣經真的在助理 我們真的無法完全明白 圣經成的道理 我們還沒有辦法完全的明白 但是沒關係 但是不要緊 但是我相信神 但是我相信神 神所說的我完全相信 神所說的我完全相信 神所說的我完全都相信 神所說的我完全都接受 雖然現在的當下我沒有辦法完全都了解 但是沒有辦法完全了解 沒有英公道我對神完全相信 但是沒有辦法完全了解 並沒有影響我對於神的完全相信 但是我們不能說 我這個我沒辦法理解 這個我沒辦法接受 並不能說我現在沒有辦法理解 我就沒有辦法接受 沒有理解我們也可以接受 沒有理解我們也可以接受的 沒有理解我們也可以接受的 因為我相信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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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相信我爸爸媽媽一樣 就好像我相信自己的爸爸媽媽一樣 我爸爸媽媽現在告訴我 我現在沒辦法理解 我父母親現在告訴我的話 我現在沒有辦法理解 我父母親現在告訴我的話 我現在沒有辦法理解 因為很多的事情牽涉到經歷的問題 時間的問題 時間的問題 當時間點到這點的時候 當時間點到了這一點的時候 喔 我來過去我爸爸媽媽說的就是這樣 原來過去我的父母親說的就是如此 手部孩兒才知道父母時 從手抱孩兒才知道父母時 對啊 很多事情是要時間的 許多的事情都需要時間的 時間的 沒有時間的經歷 我們是沒辦法去體會去了解的 沒有時間的經歷 我們是沒有辦法體會與了解的 阿敢說 阿爸現在你說的事情 我都沒辦法理解 所以我沒辦法接受 難道說 父親你所說的事情 我沒有辦法理解 我都不要接受你 沒有啊 不會的 因為孩子還是很相信父親的 所以我們要有信心跟所聽到的道理調和 所以如果我們有信心 可以和所聽見的道理來調和 這樣我們就可以得到益處了 這樣我們就可以得到益處 所以我們要自己試驗 自己生產 所以我們必須要自己來試驗 自己來省茶 我們有信心嗎 我們是否有信心呢 我有齊羞這個信用嗎 我是否有持守這個信仰呢 就是很堅定的 也就是很堅定的 我毫無懷疑 我毫無懷疑 我毫無憂動 我毫不搖動 我毫不搖動 再來齁 我們對人齁 接下來我們對人 我們感覺要自己自我一個姓察 我們自己也要來自我的姓察 我們自己也要來自我的姓察 驚書 做人啊 要跟所蒙條人三千 行事為人 要與所蒙造的恩來相襯 看優書書四章第一節 請看已福守書第四章第一節 已福守書四章第一節 已福守書第四章第一節 四章第一節 第四章第一節 我為主彼冠人 既然忘掉 怕事做人 就當到忘掉他們三千 第幾次 凡事欠虛 溫流 忍耐 用愛心 互相 繁榮 第3次 用荷兵 逼處 聯絡 夾立保守聖靈所屬 合理為一的心 自己自我省察 自己自我省察 我有夾立保守聖靈所屬 合理為一的心嗎 我是否有絕力保守聖靈所賜 合而為一的心嗎 所以保羅在這裡困難 所以保羅在這邊勸我們 我們行事為人就要與蒙照的恩來相稱 他剛才說的是說 我們要有信心 跟所聽到的道理調和 剛剛所提到的 我們要有信心 與所聽見的道理調和 現在說的 我們行事為人 要與蒙照的恩相稱 但是現在這邊說的 我們行事為人 要與蒙照的恩相稱 我們對人要怎麼做呢 第二節這邊開始說 凡事要謙虛 溫柔 忍耐 用愛心互相寬容 過去的一年 我有凡事的謙虛嗎 有溫柔嗎 有溫柔嗎 有忍耐嗎 有忍耐嗎 有用愛心互相寬容嗎 有用愛心來互相寬容嗎 人跟人家裡 人與人在一起 有時候總是沒有剛好的地方 有時候難免會有不好的時候 有時候一些意見的一個不一樣 有時候會意見不相同 做法不一樣 做法不一樣 有時候無意 這個當中 在這裡 會互相得罪 有時候在無意當中 會互相得罪了 在這裡是我們自己定義說 我讓對方傷害 或者是自己會認為說 我們被對方傷害了 有時候說 說吃無意 聽吃優心 有時候會覺得說則無意 但是聽則有心 就沒有這個意思 沒有這個態度了 我們本來就沒有這樣的意思 與態度 但是對方就覺得 你就是這個意思 你就是這個態度 但是對方就覺得 你是有這樣的意思 與態度的 他就覺得 我讓你傷害了 他會覺得我被你傷害了 這都要讓最寬容 這些都需要來互相的寬容 有時候你要寬容我 有時候是你來寬容我 有時候是你來寬容我 要用愛心交度 彼此互相寬容 要用愛心才能夠 彼此互相的寬容 用和平彼此的聯絡 用和平彼此的聯絡 其實如果沒有互相寬容 就很難以再聯絡了 其實如果沒有互相的寬容 就很難以聯絡了 用和平彼此聯絡 用和平彼此聯絡 給你保守聖靈所所合理為的心 竭力保守聖靈所賜合而為一的心 所以說要自我省察 所以要自我省察的 第一就是說 我們與神的關係 第一就是說我們與神的關係 有越來越好嗎 是否有越來越好呢 與神的關係有越來越親密嗎 與神的關係是否有越來越親密呢 與人的關係 與人的關係 有親情者所說的嗎 有像這邊所說的嗎 有與弟兄姐妹合一嗎 有與弟兄姐妹合一嗎 自己保守聖靈所屬 合理為的心 決力保守聖靈所賜合而為一的心 我也自己做一個祖母 一個生書 我也自己為自己做一個自我的省思 你看哥倫都後書 不好意思 提摩泰後書出尬 請看提摩泰後書第二章 提摩泰後書二章 二十四節 提摩泰後書第二章 二十四節 提摩泰後書二章 二十四節 提摩泰後書 第二章 二十四節 要结信 让他们非戒心 可以明白很多 叫他们已经被魔鬼泥落去的 可以请我脱离他的望路 这是保罗在教导提摩泰 这里是保罗在教导提摩泰 作为神的仆人 应该怎么做 应当要怎么做 这说 不可以正经 这边告诉我们不可以竞争 这是消极的 这是消极的 神的仆人 不可以正经 不可以增进 但是有时候会被激怒 有时候要为何真理 要说明真理 有时候又为了维护真理 说明真理 有时候就会像这边所说的 就正经 就会有增进 所以保罗说 神的仆人 不可以正经 不可以增进 不可以像外面这样 或者是像外面这样子 在那里 最后变成了争论 到底是谁对谁错 到底是谁对谁错 只要 将真理签名就好了 只要将真理来铲明就可以了 对方可以接受 不可以接受 那是他跟神的关系 对方是否可以接受 是他与神的关系 我们跟神的关系 我们与神的关系 有尽致就好了 有尽到责任就好了 我已经尽本分尽心 来为何真理 遂名真理了 我已经尽心尽本分 来维护真理 来说明真理 他听不下去 他听不进去 不可以接受 不能够接受 那是他与神的事情 那是他与神的事情 但是有时候会心急 有时候也会 这个精神会被挑动 有时候情绪也会被挑动起来 所以这点 对这段我偷偷的意义 其实我还要很大进步的空间 所以对于这一点 我觉得我自己 还有很大进步的空间 神的仆人不可以增进 神的仆人不可以增进 这是消极的 这是消极的 积极的 要温温和和的对待正人 要温温和和的对待众人 善意教导 善意的教导 如果前面那一点 先不做好 如果前面那一点 没有先做好 这样就没有办法 温温和和和了 这样就没有办法 温温和和的 因为你有这样的情绪了 因为你有这样的情绪了 有情绪了 怎么会温温和和的呢 所以重点也是 头前一点 所以重点也是 在前面那一点 不可以增进 这样交道温温和和的 这样才可以温温和和的 来对待正人 来对待众人 而且这边说要善于教导 神的佛林 神的仆人 就是要用真理来教导 也就是要将真理来教导 而且要善于教导 而且要善于教导 这边不是说教导而已 这边不只是说教导而已 但是这个教导是不是善于教导 你如果要尊心忍耐 而且要存心忍耐 这个翻心过去 那反省过去 实在是 真正所说的 实在是像这边所说的 神的佛林就是要忍耐 神的仆人就是要忍耐 忍耐再忍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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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一再的忍耐 神的佛林就是这样 神的仆人就是必须要这样 尊心忍耐 存心忍耐 用温柔慷慨的人 用温柔劝戒那抵挡的人 不是像以前那种正经的 而不是像前面提到的 要用尊敬的 抵挡 有时候那些抵挡的人 有时候直接反应 直接反应就是 第一点所说的就是正经 有时候对于抵挡的人 我们就会像第一点所说的 就直接用争敬的 但是才说是 用温柔的一个慷慨 但是这边提到 是要用温柔的劝戒 所以我要过很大的进步空间 所以我还有很大要进步的空间 那些今晚的帮助我记得 请弟兄姐妹帮我祷告 这是一个祖母的一个生日 祖母的一个企业 这是自我的省察 与自我的事业 当然人都有软弱与盲点 当然人都有软弱与盲点 看箴言21章第20 请看箴言21章第20 箴言21章第20 箴言21章第20 第二节 古诗圣经7804 旧约圣经784面 第20 第二节 今天在自己的眼中都看有些 唯有妖 发心 兴隆 人的心 人有软弱与盲点 人有软弱与盲点 人往往不知道自己真实的状况 人往往不晓得自己真实的状况 或许自己做一个自我的省察之后 就会觉得自己还不错 我也比别人还好啊 我也比别人好一些 就像这边所说的 自己所行的在自己眼中都看为正 但是唯有耶和华神衡量人的心 但是唯有耶和华神衡量人的心 人的软弱 人的软弱 就是用自己的这个价格标准 都是以自己的价值与标准 来衡量一切 来衡量一切 而不是用神绝对永恒的真理 而不是用神绝对永恒的真理 用自己所处的这个立场和环境 用自己所处现在的立场与环境 来衡量一切 来判断衡量一切 这就是人的软弱与盲点 这就是人的软弱与盲点 所以也感觉我不错 也会觉得说自己还不错 我也比过期还好 我也比过去还好一些 我也有在进步 我一样也有在进步 但是有时候是自我感觉良好 但是有时候事实不是这样 但是有时候事实上 并不是像这样子 所以我们就要求神来感察 求神来试验我们 所以我们要求神来监察 求神来试验我们 我们先自我省察 我们先自我省察 自我这个试验 自我试验 然后我们也请神来监察我们 然后我们也请神来监察我们 求神来试验我们 求神来试验我们 看诗篇139篇 请看诗篇139篇 诗篇139篇 诗篇139篇 神来求你监察我 知道我的心思 刺验我 知道我的意念 在此诗篇 看在我里面 有什么恶性没有 因他带我 怕英生的道路 这是台卫做事 求神来监察他 他自己也做一个省思 省察 他自己也做一个省思与省察 所以我们看诗篇里面 很多他一个忏悔师 所以我们看到诗篇里面 有许多他自己的忏悔师 他对自己自我 的一个省察 监察 他对于自我的省察与检讨 但是他还进一步 但是他还进一步 求神来监察他 求神来监察他 让他可以知道他的心思 让他可以知道他的心思 让他可以知道他的意念 让他可以了解他的意念 真的认识自己 真的了解自己 真正了解自己 甚至说看我里面 有什么恶性没有 甚至说看我里面 是否有什么恶性 当然不好的心思意念 当然有不好的心思意念 当然外在就走出来 当然外在就会行出来 台卫这样求神 来伺掩他 大卫这样求神来试验他 目的就是 他要走在神 这个婴生的道路上面 目的是他要求神 让他走在永生的道路上面 没有偏离神的道路 没有偏离神的道路 不是怕在自己 自以为是的道路上面 而不是走在自己 自以为是的道路上面 是怕在神的道路上面 而是走在神的道路上面 这条道路就是婴生的道路 这条道路就是永生的道路 这是第一点 这是第一点 自我的一个性差 自我的性差 现在说第二大点 现在来谈第二大点 感恩送赞 感恩送赞 看 哥林多后书9章15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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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5节 感謝神因为有说无人的因素 回顾过去的一年 真的就尊重这次圣经所说的 真的就像这节经节所说的 感谢神 感谢神 神有说不尽的恩典与赏赐 如果一个人没有用心 一个人没有去思想 一个人没有去思想 这样往往都不会感谢 因为人往往都看见不顺意的时候 因为人往往都只看见不顺意的时候 这个顺意的时候 那都感觉理所当然 如意的时候 都觉得往往是理所当然的 神爱我神保佑我 理所当然 神爱我神保佑我 神保佑我 神保佑我 神好像又没有在保护我 神好像又没有在保护我 如果你有在保护我 我会遇到这些事情 如果有在保护我 我怎么会遇见这样的事情 我怎么会碰到这样的病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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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没有 埋怨神就不错了 怎么还要感谢神呢 这就是人的软弱 这就是人的软弱 所以我们要用心来思想 所以我们要用心来思想 一个思恩的人 绝对是一个感恩的人 一个思恩的人 绝对是感恩的人 就像这边所说的 就像这边所说的 神有说不尽的恩典与赏赏赏 神有说不尽的恩典与赏赏 通常我们就认为说 顺境 那些是说我得到 我心来思想 平常我们会觉得说 顺境或者是我们得到 心里面所想要的 这就是要感谢神 这就是要感谢神的 这就是神的这个 恩典与赏赏 这就是神的恩典与赏赏 如果我有不顺利的逆境 我也没有得到我心里面所想要的 这样神会有恩赐吗 这样神会有恩典吗 神怎么有给我恩典呢 其实圣经告诉我们 不论是顺境与逆境 里面都有神的恩典与赏赏 里面都有神的恩典与赏赏 看罗马书八章二十八节 请看罗马书第八章十八节 罗马书八章二十八节 罗马书第八章二十八节 这边告诉我们 万事都互相效力 就是说神所安排的这个环境 也就是神所安排的环境 让我们所遇见的事情 都会发生功效的 目的就是要叫爱神的人得到益处 目的是要叫爱神的人得到益处 这万事当然包含着这个顺境的境 这个万事当然是包含着顺境与逆境 我们能接受不能接受的这个环境 我们能不能接受的环境 说到都是会发生功效的 说到都是会发生功效的 因为它是互相效力的 要让我们得到益处 所以我们一手想起来 神的因典真的很多 所以我们一想起来 神的恩典实在是很多 当然在当下 当然在当下 有时候我们会吓一跳 神啊 神啊 为什么 怎么会发生这样的事情 怎么会发生在我的身上 神啊 为什么 神啊 为什么 一时间有时候我们会吓一跳 一时间我们会觉得是吓一跳 神有爱我吗 神有在保守我吗 神有在保守我吗 这是神的恩典吗 但是很多时候我们走过以后 但是许多的时候我们走过之后 我们回头看一看 真的就会感受到神有说不尽的恩典与赏赐 其实我们可以面对 其实我们是可以面对的 我们可以走过来 我们可以走过来的 也是都靠到神啊 也都是靠着神 关关难过但是关关过了 关关难过但是都关关的过了 目的就是要让我们得到益处 所以我们要有正确的观念 所以如果我们有正确的观念 才有一个正确的态度去面对 才会有一个正确的态度来面对 其实很多事情不是得到就是合到 其实许多的事情不是得到就是学到 这说万事互相效力 这边提到万事都互相效力 不如意的事情 不如意的事情 也是有功效吗 是什么样的功效呢 我没有得到我心中所愿望的 我没有得到我心里面所盼望的 我们没有得到但是我们有学到了 来看 请看哥林多前书第二章第九节 哥林多前书第二章第九节 哥林多前书第二章第九节 第二章第九节 第九节 神为我们所预备的 是我们过去没有看见的 眼睛没有听过的 耳朵未曾听过的 心里面也未曾想过的 所以在当下当然我们都会怕一条 所以在当下我们会吓一跳 就像彼得前书所说的 就好像遭遇到非常的事情 我们会吓一跳怎么会这样子 因为过去没有碰过 眼睛没有看见过 眼睛没有看见过 眼睛没有听过 耳朵也没有听见过的 耳朵也没有听见过的 当下如果我们没有信心呢 有时候就难免会有一些动摇 这是难免 这是难免 因为我们人都带着肉体 因为我们人都带着肉体 约伯 一开始也是这样 他一开始也是这样 但是当他经历过之后 他就会明白了 我从前封闻有你 我从前封闻有你 今天去青毛巢看到你了 今天亲眼睛看到你 所以神有说不尽的这个 因典和胸殊 所以神有说不尽的恩典与赏赐 任何的事情 不是得到 不是得到 就是欧得到 就是学到 其实都得到 其实都是得到 欧得到也是得到 学到一样也是得到 看 菲律比书四章第四节 请看菲律比书第四章第四节 菲律比书四章第四节 菲律比书第四章第四节 第四节 第四节 您要扣住最上红红红 我再说您要红红红 我再来看第十节 请看第十节 我扣住大红红红 因为您数量我的心如今又发生 您将来就是数量我 只是不可以得到的机会 十二节 我并不是因为 揭发公借的位 我无论在什么经过都可以得到 这是我已经得到的逍遥 十二节 我也知道专用处比前 也知道专用处厚佛 学八足、学妖狗、学五春、学揭发 随书、随在 我都得了比刀 十三节 十四节 我也扣到那些教我力量的 凡数都可以得到 十四节 我们理人和我 当受烦恼 我们是一间美书 任何的环境 任何的环境 不是得到就是欧到 不是得到就是学到 让我们 学会面对任何的生活 让我们可以学会来面对任何的生活 神无论安排什么环境 神无论安排什么样的环境 一时间我们是否可以接受呢 或者是可以接受 保罗在这边所说的 这是我已经学会的 这是我已经学会的 无论什么健康 无论什么样的景况 是处鼻间 是处悲剑 是处丰富 是处丰富 是巴族 是饱足 是腰固 是饥饿 他面对环境 他学会的 他面对环境 他学会的 他学会会处之泰然 他学会会处之泰然 他学会过着知足的生活 他学会过着知足的生活 也学会处理事情的方法 他也学会处理事情的方法 有时候神让我们遇见一些事情 也就是要让我们学会去处理 面对问题处理问题 面对问题处理问题 我记得我刚刚出来做团队的时候 我记得我刚刚出来当传道的时候 处理教会许多的事情 处理教会一件事情 处理教会一件事情 结果处理得不好 结果处理得不好 原本的事情没有处理到 原本的事情没有处理好 做一些新的问题出来 而且还造成新的问题出来 让我觉得很痛苦 心里面的难过是觉得我要解决问题 心里面的难过是觉得我要解决问题 但竟然我事情没有解决 我最做新的问题 但是竟然我没有解决了问题 还制造了问题 教会的负责人也这样告诉我 教会的负责人也这样告诉我 传道你是来乱的吗 传道你是来乱的吗 你是来败坏教会 你是来败坏教会的吗 我竟然痛苦 我更加的难过 我的心里不是这样 我的心意不是这样 我是要来处理问题 我是要来处理问题的 我不是要来制造问题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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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但是事实上就是这样子 但是事实上就是这样子 我很难过 我非常的难过 后来有信者给我问 后来有信徒来骂我 来问我 来问我 传道 传道 以后你还遇到这种事情 如果你以后你还遇到这样的事情 你还会处理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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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因为之前有信徒告诉我 因为之前有信徒告诉我 因为他知道我要处理 因为他知道我要处理 就打电话给我 传道 你不用这样做 你不需要这么做 你会受到伤害 你会受到伤害 你就欲望就好了 你就学我们就好了 正一只眼 逼一只眼 正一只眼 逼一只眼 你有看到 我也有看到 你有看见 我们一样也有看见 上一任的传道也有看到 上一任的传道也一样有看见 你就三年关两年晚 你就三年关两年晚 你就两三年就叼照了 你两三年之后就会调走了 不需要这样子传道 不需要这样子传道 也有人打电话这样告诉我 我想说如果我是这样 我想说如果我是这样子 我包我款款我就回家了 我不用做传道了 我就包服 准备好回家就好 不用来当传道了 我给他当正一只眼 闭一只眼 我怎么可以正一只眼闭一只眼 我就看到问题点了 因为我看见问题的点 当然我会去处理 当然我需要来处理 不是说我一定要处理好 并不是说我一定要将他处理得很好 一定要处理好 一定要处理好 我如果去处理 但是没办法处理 只要我已经正直了 我有去处理 但是没有办法处理 至少我已经尽了责任 所以我就去处理 所以我就去处理了 想不到说 哇 掀起轩然大坡 想不到掀起的轩然大坡 心里面非常的难过 心里面非常的难过 所以后来又有信徒来问我 传道 以后刚才有这个事情 你会处理吗 传道 以后如果你在一次遇到这样的事情 你还会来处理吗 我说我还会继续处理 他说我还是会继续的处理 因为这是我的责任 我是传道 因为这是我的责任 我是传道 但是我跟你说 但是我告诉你 我方法不一样 我的方法会不一样 因为我知道前面那样的方法是不行的 虽然我动机很好 虽然我的动机很好 我要来处理问题 我要来处理问题 但是我方法不对 那是我的方法错误了 太硬了 出生之毒不怕虎 出生之毒不怕虎 是说我就做应该做的事情了 当下这位觉得说 我是做应当做的事情 太硬了 方法不对 方法不对 所以我已经学到方法了 所以我已经学到方法了 所以不是得到就是合到 所以不是得到就是学到 我要面对任何生活 学会面对任何的生活 我要处理问题方法 学会处理事情的方法 最重要的 最重要的 就是第四节到第十节所说的 也就是第四节到第十节所说的 就是要学会来靠主 很多事情不是我们自己 我就去面对处理的 因为许多事情都是我们 没有办法去面对来处理的 虽然是我们的责任 要去面对来处理是没错的 但是在这样的过程当中 但是在这样的过程当中 我觉得最重要的就是 让我们学会来靠主 但是我觉得最重要的是 让我们学会来靠主 不是靠自己 而不是靠自己 那当时我就是这样 当时我就是如此 所以如果我们学会靠主 所以如果我们学会靠主 就是十三节保罗所说的 也就是十三节保罗所说的 我靠到的教我力量的凡事 我都可以做 我靠着哪 加给我力量的 我凡事都能够做 不但是靠主常常洗的 而且是靠主凡事都能够做 而且是靠主凡事都能够做 特別 这些功课是对对合到的 特别是这样的功课 是从对敌来学到的 不是 是对对对对对 是从哪里来学到的 十四节才说的 十四节这边说的 是对患难的犯境 是从患难的环境来学到的 是顺境让我们学不到的东西 事实上顺境是让我们学不到东西的 都很顺还是要学什么 因为都很平顺 我们要学到什么呢 就像工厂上班同样 就好像在工厂上班一样 故障排除 故障的排除 这个问题发生了 你要去面对去解冠 问题发生了你就要去面对来解决 所以有时候说 上班你要出这个问题 你要出这个问题 所以有时候遇到说 一下子是这个问题 一下子那个问题 别人上班好像都没有碰到问题 所以这个过程你觉得很辛苦 所以这样的过程你会觉得很辛苦 但是经历过去了 这个人是有工夫的 这个人是没有工夫的 但是经历过之后 这个人是有工夫的 那个人是没有工夫的 这个人都很顺利 因为这个人都很平顺的 没有什么问题都会有 他没有遇到什么事情可以学习 但是他只知道开跟关 但是其他事情就没有工夫的 但是他只知道开跟关 但是其他事情就没有工夫的 所以说起来谁得到的比较多 所以说起来谁得到的比较多呢 这是最重要的 更加重要的 是偶要扣住 是学会扣住 在这个凡然的过程当中 偶要扣住 在这个患难的过程当中 是学会扣住 这是最重要的 这是最重要的 最后 看诗篇27篇 我们来看诗篇27篇 诗篇27篇第四节 诗篇27篇第四节 27篇第四节 27篇第四节 我们要学习大卫求神的这件事情 我们要学习大卫求神的这件事情 这件事情是很重要的 这件事情是非常重要的一件事情 大卫说我曾求过神 我仍然要寻求 就是一生一世住在神的殿中 也就是一生一世住在神的殿中 靠主 靠主 我要靠主 学会靠主 啊喔 过着靠主的生活 过着靠主的生活 住在神的殿中 住在神的殿中 来奸养神的营密 奸养神的荣美 就是喔 来仰望神 也就是来仰望神 在神的殿中来救问神 在神的殿中来求问神 来挖扣神 来依靠神 来依靠神 让神来带领我们一生的脚步 好 但愿我们能够像大卫这样的学习 和追求 但愿我们能够像大卫这样的学习 与追求 一生一世都住在神的殿中 以上作为彼此的学习 唱诗 沙巴